《扶摇》今天身世首辈受好评 张艺兴 陈伟婷也是代表 《扶摇》自播出以来便收视大好 几乎每到剧情更新的时候 就会站着新浪头条的位置 热度还在不断上涨 居高不下 紧凑的剧情和经验的伴向 更是让广大网友们陷入了追剧的热潮 男主女主花是秀恩爱 让众多网友看得是羡慕极度愤怒 软惊天在剧中饰演男主长孙无极 求爱技术高明 网友们分分钟 在想和剧中男主谈恋爱 大家都知道 现在无论是拍什么剧 都很难以避免男女主亲密接触 这仿佛是一个经典著名的桥段 永远不会被改变 这个时候就很考验男女双方的人拼了 扶摇自然也不例外 在一次两人亲吻的桥段里 饰演男主长孙无极的软惊天 惊现身是手 网友们纷纷称赞他的人品与态度 在下面这一场戏中 在天门虚里 男主和女主按计划将射昆灵取回 还顺便做了一次代夫 治好了战备也 很巧的是 女主的身上的毒也被解开了 这样一来 两个人就太开心了 毫无压力地坐在一起饮酒坐了 由于女主有醉酒后强吻男主的前科 观众们肯定都期待着这次可能会再发生点什么 我们的扶摇女主果然不负众望 再一次得聊成 男主自然是又被吓到了 慌张的手无处安放 但这一次 他的手却被观众爱上了 当然并不是因为长得好看 虽然长得好看也是各事实吧 众所周知 吻戏吗 不搂在一起亲密 一点多尴尬 观众们看着不舒服 演员拍起来也不方便 但在拍这场戏的时候 软经天真真切切地展现了他的好人品 不管是直接看剧还是看花剧 观众们都能很直白很清楚地看到 软经天老杨幂的那只手 并没有碰到杨幂 而是假装搂在了一起 做了一下样子 虽然关注到之后 看起来有些别扭 但软经天凭借着这个小细节 展现出来的优质人品 圈了不少粉 在娱乐圈中 拍戏的时候 占便宜的人大有所在 当然了 也有很多很正直 尊重别人的男演员 像软经天看中绅士手 出现了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还有张艺兴 陈伟婷 他们在拍亲密戏的时候 总有一种表现的既亲密 又不是风度的做法 风评一度很好 尊重他人 就是尊重自己 这是一种良好的美德 也希望其他男演员 能向软经天学习 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 图片来源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